那您一結婚 我們結婚 邁入22 那還有就是 情人節 我都每一年都要提醒他情人節 然後他就會跟我講 因為他的生日是隔兩天 對水平 對 所以他就說 那你要不要先送我生日禮物 那他應該很好打發吧 他 對 還滿好打發的 就是送什麼 我跟你講那個盒子他都不會去開 所以他 所以是空的也沒關係 我試過 真的 我那天在整理東西 好幾個盒子出來 都是幾年前我送他 他都沒有打開 為什麼 因為譬如他一看那個盒子 就知道他可能是水晶還是什麼 他說那就用不到 水晶真的用不到 真的 還是因為你是自己常有 萬一我只是用那個盒子而已 萬一裡面有Surprise 結果有嗎 結果的 有嗎 Surprise就是一打開都是空的 對 我覺得 因為結婚這麼久了 而且我們是認識沒有多久 就結婚了 所以其實 大概只過到一個情人節 然後那是婚前的一個 好虧 真的 我們剛才在聊 婚後也是可以過 就比較刺激 婚後情人節就很忙 我不曉得大家在忙什麼 因為他們結婚了以後 然後就開始要有小孩 對 而且一年一個 就一直生 然後就一直養 就沒有這個時間 不過我就有在反應 因為天蠍其實是一個很愛浪漫的 Juie姐是天蠍 天蠍 天蠍 所以三位都同天蠍 是啊 對不對 我也覺得她好多想法 跟我們天蠍很熟 真的嗎 還是因為我 太久都是同一個人 有可能 有可能 對 然後妳覺得很可能 妳是使用過一個人 怎麼要笑 也好虧 也不會 你看她只使用過一個人 然後她又只過一個情人節 一個情人節是不是虧到 妳好虧 然後後來我就有就是 時不時有時候 就會發一些牢騷跟脾氣 就跟她講說 妳這樣子我覺得很不浪漫 我覺得我們這樣感情維持不久 我覺得妳最好感情一下 印象說凡哥很浪漫 印象 他真的不浪漫 好 然後呢 就算了 然後有一天他就跟我說 好啊 他說既然妳這麼想要過的話 那我就給妳一些 就是妳想要的東西 我心想就來啦 我心想說應該會有巧克力 應該會有花 因為我要的不多 然後就是帶我出去吃個飯 不是很好嗎 然後他就說 有 這些都有 他說我訂了 我訂了餐廳 整個開心 你知道我嘴都笑不懂 我還在想說今天晚上要穿什麼 然後呢這樣完了之後 我們要不要去洗個溫泉什麼之類 就是我就想一路一條龍的服務 你知道 結果後來到當天的時候 我就接到電話 那天就很開心 在想要怎麼打發小孩的時候 那個餐廳就打電話來給我 喂 不好意思 陳太 他說你們今天晚上定位 時間是準確的嗎 我說對對 沒錯 所以我們六點半就會到 他說 OK 那再跟你確認一下 就是六點半陳太太預約10位 10位 為什麼 還有9位陳太太 有事嗎 我說我掛在電話 我想說有事嗎 這情人節為什麼要10位 偉小寶 他要包廠嗎 沒有 他就一個包廂而已 沒有包廠 家人 我就問他說 你們家人就幾個 我們家兩個小孩 然後我跟他就四個 另外還有六個是別人家 他請了兩家人 情人節大家一起過 那就不像情人節了 然後我就說你為什麼要這樣 而且我接到電話的時候 我整個很火 他就想要取消定位 我說這是什麼情人節 他說不是 你想想看 小孩子也想要跟我們一起去吃 小孩子才不想 對 他完全沒有考慮到別人 水瓶座就是生活在另外一個領域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溝通 他就說情人節兩個人多無聊 好商人喔 他是真的 實話都是商人 對 而且我們兩個沒有一起旅行過 單獨 沒有 沒有 包括蜜月 你們好特別喔 蜜月的時候也是同樣的狀況 一群朋友 我收到航空公司打來之後 他就說對你們總共定了六位 這哪叫蜜月 超妙的 好妙喔 我真的是白眼翻藏了 我就是這樣一路過來 你們講講話 好 那我們現在成全你 你現在最想要的禮物是什麼 我其實就想要很簡單 我真的就想要兩個人 好好出去吃頓飯 然後手牽手可能 這一點可以 逛夜景 就是逛 看夜景 對 看夜景 然後逛一逛 對啦 只能說他還有一顆那個少年 真的 因為我沒有過 所以我就很想要 有沒有目前比較簡單 老師可以幫你解決 有 就是因為我覺得女生在 譬如說出去吃東西的時候 就是想要給對方 吃項要好看一點 對 好看一點 嘴巴裡面有東西請不要講話 對 然後我的部分是 跟妳說 然後就整個晚上都在吃 對 一直吃都不能 不可以講話 難怪 他不想跟我吃飯 沒有 因為我自己的唇色比較深一點 所以我常常都一定要 擦一點口紅 會讓自己有氣色 可是卻 我擦完之後 都會把那個唇 留在杯子上 擦子上 就餐具上 對 然後我就一整個晚上想要擦它們 然後我完了之後 自己的嘴巴就這邊缺一塊 那邊缺一塊 一直想要去補它 我覺得很樂慘 後來我就想說 那我想要誤一點 我就用我們採取 我們老式那個方法 就是一直撲蜜粉 可是久了以後 我整個那個唇就龜 很乾 對 就會乾掉 然後我又選了一些 就是譬如說 我自己是比較喜歡這種 像粉色系的 可是因為粉色系的話 它亮亮的 它就是怎麼樣它都會沾 然後你說偏紅色的話也會 我目前希望我的情人街 有這種隨韌感 可是不沾過 有類似就是會有一層保護膜的 那種雙層的兩個步驟 先做顏色的打頂 然後再塗一個透明的保護膜 然後它沾杯的話是沾透明 所以不會沾紅色 是有的 這幾年前就有了 可是它還是會有一層油 我會沾在杯子上面 對 然後我想問一下 這些顏色都是你自己的口紅 我平常會 對 好多喔 你這麼多口紅 你好專業 這是不一樣的口紅 擦口紅要求百分之百 完全不掉色 是有點為難人 因為基本上 你要很小心 然後你整個晚上就會 變成很不自在 對 我們能夠盡量做到就是說 讓你第一個就是 保持它的持久度 然後我會教Julie姐 在約會過程當中 一個小步驟 可以偷偷補妝 然後補妝於無形 讓你的這個唇妝 永遠保持在一個 很鮮豔的狀態 然後又不容易沾到你的餐具上面 好的 好 來 這邊請 太好了 謝謝 前一陣子不是在流行 超級紅的那種紅口紅 對 有沒有 然後那個時候還沒有出來那種 不會掉的 可是因為那個很紅 所以你那個 尤其是吃法式餐 你會吸沾的時候 會有口部 你整個口部都是鮮 對 而且有時候不小心 它抹完之後 我還會沾到牙齒 很熱 然後就一個牙齒紅 對 好 我先幫Julie姐 推薦一款就是 很適合它 就是一直沒有被 老公安慰到的一種心情 就先跟你介紹一個 大情人節禮物 好氣派的感覺 月餅 很氣派 月餅 真的很像月餅 這是一個口紅的禮盒 然後是一個開架品牌 國際開架品牌 跟一個超級當紅的服裝品牌 聯名的一款 然後這個一共推出了12個顏色 好 來 來看一下 它有三種三大色系 想要 是不是很想要 而且我跟你講 這是開架品牌對不對 但是它的唇膏的顯色度 飽和度都超美 超飽和的 我不相信 真的 而且它有很多鬼色 我先拿黑管給大家看 好高級的感覺 你看這個是比較 深紅色 這很美 你看 好實用 超顯色 然後呢 還有 你看這個顏色 這個紅也很美 而且就是超 像乳霜那種滑溜的質地 感覺輕輕的畫就那個了 輕輕的 一般你就會很擔心說 開架的顏色不飽和 或者是唱上去好像沒差一樣 這個完全就是一個 專櫃等級 你看看這個 好特別 黑色 黑眉色 好酷的顏色 還有他們這個招牌色 這個綠管的 有一個非常廣告強打色 真的假的 真的 這什麼色 綠色 這什麼時候可以用到 老師 就中毒的時候 假裝食物中毒 中毒的時候 拍鬼片的時候 這樣有點危險 問你吃吃中毒人家不渴 問憲傑 問憲傑 不想付錢的時候 吃完飯 我不舒服 這是他們這個品牌 請了12個超模 然後負責這一支 綠色是一個黑人 他這個超美的 超美 然後他還有這個 藍管 也是一種 藍色 真的耶 好特別 藍色什麼 藍色真的很難 可是東方人很難吧 我覺得凡哥會喜歡 Julie姐上面 上唇是藍色 下唇是綠色 對 可能 很喜歡 我已經很少被光顧了 他以後應該不會理我 沒有 就是他有一些很時尚的 很創意的顏色 但是他也有一些 你看這種 比較便宜近人的顏色 都可以去調配 這就普通了 中間就比較實用 對 所以這個就是 怎麼樣 現在要給他弄什麼 都沒有這盒裡面 綠色 紫色 紫色 我來幫他用 黑管這個好了 你要不沾杯 你要不掉色 基本上你化口紅之前 就不要擦護唇膏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唇要乾乾的 對 乾乾的 可是不代表說 你前面不保養 而是你平常就要保養 只是化口紅之前 要把它全部擦掉 現在的口紅 基本上即便是霧面 它都還算保濕 好的 還算潤 對 所以不用擔心 而且通常很多 會添加一些 修飾唇紋的效果 老師 因為你是專業的 所以你會用唇筆 這樣畫對不對 我們自己畫 我們不能直接用那 唇膏直接塗嗎 可以 我們先幫Julie 你看這是霧面的 擦上去之後 它就比較穩定 你好適合擦這種衣服 感覺你上面 有擦了特殊色 對 剛剛其中的一個紫色 還是什麼 那個 那個唇色太深了吧 對 Julie覺得唇色比較 深 原本的唇色比較暗 對 然後擦了 它就需要靠唇膏的顏色 讓它活化那個感覺 然後待會兒我教你那兩招 新增一招 就讓你整個晚上對不對 不用在那邊 擔心沾杯的問題 老師在擦紅唇的時候 這塊要擦嗎 要 不然你留那一塊要幹嘛 留白嗎 還是什麼 為什麼不擦 可是那塊很危險 很容易就擦出去了 對 你可以把它連起來 你看這樣 很危險 連起來 因為我每次擦到那裡 我就在想 到底要連還是不連 要 不然你會變麥當勞叔叔 一樣就是 我記得Julie姐的嘴巴比較 因為它下面 兩邊比較往下降 所以我們要把它畫 嘴角要把它畫肥一點點 看起來會比較甜美 比較飽滿 就是這邊要讓它出來一點點 變得比較圓點了 對 比較圓一點的邊 為什麼有一陣子 你叫我們嘴唇就亂畫 然後那個邊 不能太公整 用手這樣這樣好像暈出來 沒有畫 那為什麼現在又要公整 那麼公整 到底什麼時候要公整 什麼時候要公整 是顏色的關係 還是因為你沒招了 看感覺 感覺 因為今天要示範那種 比較公整 清楚 讓大家看得仔細的 所以要描清楚一點 我怕不不這樣畫好像 就是三兩下就結束了 想不出你的功夫來 對 它才第一個 我後面還有四個 好 然後你看 好了 妳要好了 妳要好了 關鍵來了 關鍵來了 不掉色 不掉色 老師要教我兩毛小炭 不掉色就來照 收炭先走 你掉不掉色 畫好是白白 如果要笑就會沾牙齒 你笑我看 所以 還沒 有一點 真的 不沾牙 你要兩個 兩張面 一張面子撕成兩半對不對 為什麼 很貴 先幫我收好一張 變魔術嗎 一張 如果你是那種集會沾牙對不對 你就先抿一下內圓就好 內圓 閉起來 好 把口紅裡面 可能會沾得多的唇膏 先把它沾掉 好 接著我們要鋪蜜粉 可是蜜粉 我們要 鋪在門牙上 好想買這個蜜粉 好想買這個蜜粉 門牙上可以吃的蜜粉 我們先用粉 鋪在一點蜜粉 先吃麻糬就好 好 然後我們先 用這張撕過的薄的面子 壓住嘴巴 你好像那個女俠 這樣子隔著鋪 好特別 隔著紙 為什麼不是直接 這樣蜜粉吃得進去嗎 對 因為這樣就是會隔 蜜粉有毛孔 面子有毛細孔 這樣鋪上去的粉 會剛剛好 所以它要薄薄的是一層的那一種 如果是衛生紙可以嗎 薩紙巾一定是不行的 真的 只有蜜粉上去的 只有 只有蜜粉上去的 會更明顯 對 更霧了 會更霧 顏色也不會蓋掉 對 你就會用一張面子 隔著嘴巴之後 你壓蜜粉上去 它進去的那個粉就會剛剛好 很多人鋪蜜粉 鋪上去是整個嘴巴變白的 對 這個方法就剛剛好 把你的蜜粉的霧面直接定好 然後這一招已經讓你可以出門 安心出門對不對 對 再來如果你到了餐廳 對不對 你要補妝的時候 你可以拿出一個道具 它可以補你的妝之外 還可以補口紅 就是用腮紅 就比如你擦紅唇對不對 對 你就選擇一個接近的腮紅顏色 或者是比較紅潤感的腮紅 你有了它之後對不對 你就可以 比如說 用一點點眼影的刷子 壓在你的口紅上面 等於是唇妝的定妝粉 然後你有了這個之後 你就比較不容易 那個什麼 喝紅酒的時候 或喝水的時候 比較不容易 杯子上面有一層油油的東西 因為它是粉狀的 你看這個腮紅那個順便補一下 順便補一下 好方便 好氣色 就是說你手邊不可能帶蜜粉出門 對 那這時候如果你的唇膏 擔心掉色你就用 這個口紅 腮紅 腮紅 稍微這樣輕輕壓一下 既可以補唇又可以補臉 一物多用 這樣就保持你在情人節約會的時候 創造最好的妝效 謝謝